帮亲戚看房子二十多年 花了大价钱重新翻修 谁料亲戚竟说拆就拆 气得李大哥三天吃不下饭 于是找到了当地的调解团队 一见到记者李大哥有一肚子的委屈要诉说 李大哥说眼前这个破瓦房是四伯家的 自己在这里也住了将近十多年 如今四伯嫌弃这个房子碍事想要拆除 一点都没有考虑到自己 特别是想到自己花钱翻修的这个房子 李大哥那叫一个心疼啊 李大哥之前也找到过这个亲戚 提出赔偿自己损失的问题 但是都遭到他们一家人的拒绝 怎么现在借住别人的房子 还这么理直气壮吗 李大哥说不是自己死气白赖赖在这里 之前他和父母都是住在上 后来父亲生了一次重病 医生建议不要继续在山里住 山中的环境会影响身体的恢复 这个时候李大哥的亲戚四伯就伸出了原住之手 说他家里有一间没人住的房子 就让他们用吧 没想到这一用就用了十多年 之后李大哥有了更好的去处就搬离了这里 之后的十年也都是李大哥一个人打理 就在前几年房子年久事休漏雨了 李大哥便找人来维修 这才两年的时间四伯就想要把它拆了 李大哥那是越想越亏 自己花的钱不就打水漂了 所以提出让四伯赔偿自己的损失 而站在一旁的四伯的女儿和女婿 面对李大哥的说辞显得十分的激动 在李大哥看来自己管理房子二十多年 没有辛劳也有苦劳 加上自己还维修翻新了房顶 四伯说拆就拆 李大哥绝对不可能同意 除非还他翻修屋顶的钱 盖了好多钱拿给我们都行 我没还是出去的 你什么时候不走 你什么时候怎么样 你什么时候怎么样 没了没了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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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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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马上都可以 怎么解决问题吧 解决问题不要闹 晓得的 老子对了说的话 给他心发情发射 晓得不 我解决不了问题 双方争执不下 要不是记者拦着 差点就要打起来 调解员为了更好地了解情况 于是让李大哥 去旁边缓解一下情绪 看看四伯的女儿 小李是怎么说的 小李告诉记者 当初他们一家之所以搬进来 都原来当初 李大哥父亲瘫痪之后 听信了一个风水先生的话 不能住在山上 所以求着自己的父亲 搬到自家住一段时间 父亲碍于兄弟的情况 没办法拒绝 只能答应 而且他们一家人 一直住在新疆 从来没有回来过 房子都是李大哥 一直在使用 现在里面摆的东西 也都是他的 就连钥匙也在李大哥的手里 而且这个房子 在给他们使用的时候 都是好好的 现在住了这么多年陋雨了 免费住在这里 承担起修缮的责任 这不是很合理吗 现在竟然问房屋的主人要钱 怎么好意思的呢 这个时候李大哥的父亲 怒气冲冲地走了 认为小李没有资格 谈论他们长辈的事情 只要你的父亲还活着 就轮不到小辈们在这里插嘴 而且当时和你们父亲签订过协议 这个房子是问题的 他什么嘛 你们资格的 哦哦哦 因为说你爸爸还在 我两个兄弟的活动 现在协议你是不是还在 说着便把当初的协议拿了出来 记者拿着这个协议读了半天 不知道李大哥想要证明什么 李大哥解释说 当时是四伯让自己维修的 自己也不是不讲情练 要是四伯家不拆 自己也不可能会要这笔钱 你们把这个协议拿出来 现在是想证明啥的 证明那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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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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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解员了解情况之后 为两家再次调解 最后小李为了不思破裂 愿意做出让步 看在亲情的份上 给李大哥四千块 李大哥也愿意了 调解员再次提醒李大哥 既然已经收了钱了 以后房子拆的时候 就不要出面阻挠了 最后事情总算是圆满解决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下期见